那人那神那神功能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雨听惊复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且看岁月问梦 悔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 等永恒 若时间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 心弯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 太凌云千看沮丧 从你幸运为胆 春秋长 终能与你浪迹红尘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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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来求你 救父亲一命 你恨他也好 怨他也罢 他都是我们的父亲 母亲已经走了 如果父亲再有个三长两短 咱们这个家就散了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 赶着父亲去死 阿妩 就算哥哥求你 看在父亲 以往对你疼爱有加的份上 救他一命 没想到 你对父亲恨得如此之深 哥哥的 从来就没什么大的报名 就是希望一家人 能够其乐融融 现在母亲没了 父亲再遭遇不测 如果咱们这个家就散了 咱们这个家就散了 我罢了 阿妩不愿意做的事情 哥哥绝不会勉强 如果你不愿意认这个父亲 我认 我这就去救他 如果此行遭遇什么不测 咱兄妹俩 就就此别过 这一刻 我脑海中浑浑噩噩 只有一句话 我的生生父亲即将被问占 世人都觉得 豫章王妃能夺成杀敌 是少有的坚强女子 可此事我最不想听到的 就是坚强儿子 篡位之罪 害母之恨 却缠绕着剪不断的血脉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见王妃 丞相他 王妃放心 太后殿下有令 对丞相特殊优待 丞相有何需求 我等都会立刻送进去 有劳了 属下这就带您进去 你们在这儿 等候吧 是 是 好 好 妈 二 三 那个 李 是 他 给他 带来 你 这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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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让你进来的 不知道太后殿下在休息吗 谁呀 殿下 是婢子昭云 什么事 殿下 世子爷已经在永安宫外 跪了一夜了 婢子怎么劝也不回去 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还请你定夺 素儿 就她一个人 只世子一人 让她回去吧 就说我 谁也不见 是 殿下 王妃 夜深了 王妃 夜深了 还没有大王消息吗 还没有 刘管家说 大王也许今夜不回府了 王妃先歇息吧 我要等大王 你下去吧 是 是 大王 大王 宋将军 皇室 宋将军 我放了 我放了 王妃之命来寻大王 大王不在府中吗 不在 王妃命我们 今夜务必找回大王 这样 咱们分头去找 有消息我会立刻向王府回报 好 有劳宋将军 王妃怎么样 王妃 知道了 去吧 小雅妃 世子 你还是回去吧 赶得早 兴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打盆水 我要梳洗一下 给我打盆水 是 丞相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豫章王 你这是何意啊 岳丈大人 小绪来送你最后一程 太后果真是顾念手足之请 知道的是老夫要上刑场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要赴家宴呢 你便能赴上 去吧 我还可以赴家宴呢 我还以为老夫要上 bef 你要的 你呀 我还以为老夫要上防 不许 embarrassing 而是 让开 都让开 让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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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让我进去 你们让我进去 给我父亲 哥哥 哥哥 阿妩 阿妩 哥哥 阿妩 让我进去 那我让开 女家王妃你们也来拦吗 亮眼 走 让我进去 你们让我进去 听见没有 来 哥哥 小心点 这位兄弟们 我与哥哥 只是在见 见父亲最后一面 求求你们行行好 让我们进去吧 世子 王妃 朝廷告令 任何人不得进入法场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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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进去 让他 父亲 走 散开 少跟我废话 我叫我进去 展 我来 好 看来集市已到 命陷将至 这就是我王蔺葬身之地 好啊 有豫章王一路相送 再无遗憾 这是我昨夜 在皇帝那里求得的秘址 请岳章大人过目 多谢女招啊 我还安排了阿妩和苏歌 在光队的路上 阿妩 请稍后片刻 不必了 不见一面吗 不见 小齐 照顾好阿妩 照顾好我的女儿 后悔无期 不见一遍 父亲 阿妩 父亲 阿妩 小盾 小女儿 我是 父亲 我们 这 morph亲 你 我不见 吧 彼此 小源 你 然 快走 再快 父亲 阿妩 别跑 别摔着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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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世间 夜落满天寸断线线 心一世成月 一生难忘旋 流藏心中梦 细缘 满满光阴弹指一回间 昙花红颜颜惊细一眼 苏叶星辰火烂燃长眠 唯有思念却旧人危险 夜往昔成寂 无舍周焰 难忘点滴从前 泪烟生雪 望穿能月 天邪伤空余年 天邪伤空余年 问天地日月 此去路可远 明昔何夕能否再见 避一场悲欢 避一场悲欢 到一去离别 只留我 闯燃独语言 愿长梦和万锥 如回世界 颜色 跌落满天 三冬千千 今已时尘远 一生难忘卸 有苍心中梦 心愿 晓琪 姐 谢谢你救了我父亲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你的父亲 是我的岳父 该救 他有今日 也是罪有应得 可我身为女儿 怎么也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他死 他再错再有罪 他也是我父亲 丞相可离京了 是的 是豫章王与王妃 以及世子一同送的 想不到 这豫章王对阿妩 还真是舍得 谁说不是呢 婢子也是糊涂 据说这免死金牌 自开朝以来 几百年间 只欲赐过两次 这豫章王毫不吝啬地 给丞相用了 阿妩真有本事 能让男人对自己如此 也算动了真心 这一点 他比我有福气 大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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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禀大王 王妃的身体 有些不妙啊 有什么话请您直说 不知王妃 此前可曾受过重创 妙姑 在宁舍的时候 休养过很长一段时间 王妃的身体 在宁朔就已经伤了元气 再加上连日的奔波 我心情沉重啊 所谓哀伤心 心神未顾 如今又小产 王妃恐怕 恐怕什么 王妃日后 恐怕很难受孕的 可是再也不能生儿淡女 那 那都不是 就算王妃有喜 可生子 却是王妃的一道生死官 万一倒是运气要不好 老臣 没法说下去了 那若是不生呢 那自然就没有性命之忧了 不生命之忧 传令下去 派人一路跟着 在临近北境的时候再动手 绝不能失手 火要见人 死要见尸 不得有半点茶池 是 子澹 你是不是疯了 就算太后处处针对你 你也大可求个原点的藩王做作 要一块蜀地 自此天高皇帝远 悠闲一生 你可倒好 还自求去守皇陵 便却一次不算 你尽上了瘾 还自己闹着要去 殿下 您现在身子重 不能生气 龙子要紧啊 叫我如何不气 如今的刑事 我虽然是皇后 但这都是虚名 大权都被太后独揽 如今的谢家 就算王室不振 我们也无力匹敌 我只是一介女流 若梅跟兄弟 要我如何重振谢家 子澹 你不要忘了 你身上还留着一半谢家的血脉 皇后放心 我心里明白 太后锋芒正舍 我走请去皇陵守孝 以避凶险 然后 再四季回京助你 若去了蜀地 再回京 确实难了 你若真是如此所想 本宫倒是安心得多 就怕你和姑姑一般 万事不争 到头来 被太后打压得毫无还手之力 我谢氏就真的 退无可退 自然就不会再退 自然就不会再退 子澹告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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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呀 你快点 子澹哥哥你等等我 子澹哥哥你等等我 阿妩妹妹 你抓不到我呢 我肯定的 阿妩妹妹你看 这有好多好多鱼 对呀 我们要不来数一数有几只吧 阿妩妹妹 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皇后殿下驾到 宛如 拜见陛下 此时你啊 就应该在宫中好好休养 不得乱走 多日不见陛下 怕陛下日夜操劳 累坏了身子 今日特意过来看看陛下 你看看 这一桌子的奏折和账本 尤其是这户部和兵部 乘乘来的乾陵交接 都是书目 看着我头都大了 臣妾自幼跟随父亲 也曾看过这些账目 其实这些事交到何世人的手里 并没有多难 你不说我倒是忘了 可惜啊 你现在怀有身孕 要不然 你还真可以帮我 我会省不少事的 不妥 后宫女子不得干政 这臣妾还是知道的 不过 臣妾可以给陛下推荐一人 为陛下分忧 谁 快说 朕现在正需要帮手呢 此人名叫谢守正 朕乃是我谢家族卿 也是世袭的伯爵 历来金鱼 钱亮赵某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明日 明日便让她去户部领职 怎么样 谢谢陛下 你这是帮了我大忙 怎么还谢谢我呀 太后 如今一切都顺畅了 这宫中大权已经独揽了 怎么又突然挨声叹气了呢 我想阿妩了 她自幼在宫里长大 每到下雪的时候 就会拽上皇子们 在这儿打雪仗 连我都被孩子们的雪仇误伤过 那个时候 是这儿最有人味的时候 只可惜 如果孩子们都不曾长大 该有多好 想必太后是想抱孙子了 才如此感叹的 再过几个月 皇后一定会担下一位龙子 那时候 这宫里就又会有质子的气息了 你糊涂 若是担下公主也就罢了 担下的要是龙子 太后说得对 婢子是糊涂了 看着皇后的体态 将来担下的 一定是位公主 不过 你提醒得也对 皇后这边 我应该早做打算 谢家的女人 都善于魅惑帝君 当年谢贵妃就是这样 现在的皇后和她姑姑一样 龙儿对她 倒是有几分真情实感 趁着她有身孕 早做谋划 将来的太子 绝不能是谢家的骨血 我王室后 我王室后族一脉 也绝不能断在我的手上 原本阿妇是我为龙儿培养的皇后 可惜呀 现在 也只能在王室其他的女儿中 另做打算了 这几日 你就派人到狼牙 在王室旧宫的女儿中 挑选个像样的 带回京城来 遵命太后 一切好似尘埃落定 我终日郁郁 缠绵病塌 索性住到慈安寺调养 妈 这里有着母亲的气息 心终于慢慢安宁下来 王妃 趁热把药喝了吧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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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咬 相当 王妃 保兇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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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王妃 你都多大的人了 还跟我玩这一套 小时候家里好几盆花 都被你给浇死了 如今嫁人做了王妃 还这帮顽皮 快把药喝了 徐姑姑 这药都喝了几个月了 每天嘴里都苦苦的 是 也没人告诉我 什么时候能听 乖 吃个蜜饯嘴就不苦了 现在这蜜饯也没用了 王妃 良药苦口的道理 总不能让我 天天都跟你说 你现在年轻 将来做了娘 我这臭嘴 你把这吃了 再就不臭了 淘气 你把这吃了 快喝 真好 大王 心情不好啊 你怎么知道 我跟着你这么多年了 了解你比了解我自己还多呢 行李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 我这次路过慈安寺 要不要把你给王妃的东西带过去 好啊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你我兄弟之间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 怎么了 这几个月京城的流言蜚语 不知道大王你听到过没有 说什么 他们说 王氏家族已经没落 如今 掌管朝中大权的是大王 就连皇帝也是你的傀儡 还更要甚者说 王妃跟大王已经是貌合神离 豫章王跟王室的婚姻已废 所以 现如今就连王妃都要被废了 你也这么认为吗 大王和王妃的感情 我们最了解 可是 华恩以为 这公为朝廷本就是事态炎梁之地 那些名门望族 不管之前多么风光 一旦在权力的斗争中失事 就会遭人凌辱 见他 只是有一件事 欢恩一直放在心上 他们说 王妃没有参加登基大典 又是在这最特殊的时候 娶了慈安寺 是不祥的征兆 我 这人哪 都是心中的贼 你觉得他是贼 他就一定是贼 你就越看他越像是贼 跟他都没脱过东西 一点关系都没 是 既然 都觉得我跟他之间出问题了 觉得 我一定在谋划些什么 那么好啊 咱们也就别在这儿 再躲清境了 回城去 折腾折腾 我倒要让人知道 假使我想折腾 我能折腾出 多大的动静来 走 白担心你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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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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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